大家好,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我是Brian 今天又來到DC Fever 聊聊天的時間 而今天的話題似乎是一個困擾了我們 接近兩年時間的一個情況 就是晶片短缺導致所有產品都開始短缺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在這裡只可以和大家聊聊聊天 說一下以為有這個情況會怎樣怎樣 但是也很希望和大家預計一下 究竟要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可以怎樣呢? 今天就很希望在這裡和大家討論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和我一起聊聊這個話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我一起用文字的方式聊聊天 雖然這件事不是我們這些美的力量 討論幾句就可以改變得到 但是和大家聊完之後 都可能會影響到大家 未來買機買鏡的一些策略都不定的 先說一下前言 整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源於疫情的關係 其實疫情和晶片短缺有沒有一個直接關係呢? 我之前看過一些報道 發現原來未必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因為有關方面似乎都在調查 為什麼可以導致一個這麼短缺的情況出現呢? 那會不會是有些公司自己囤積居期 還是整個產業鏈裡面哪一地方出現了問題 所以令到這麼嚴重的晶片短缺問題出現呢?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可以解決到 也不是我們研究得到 我只不過提出之前我看過有報導 是有這樣的調查方向 但是我們也要了解 其實晶片短缺是一個事實 除了晶片之外 原來不僅是晶片的問題 例如是運輸方面 現在都知道很多航運都已經是非常慢的 有很多產品真的上了船之後 再開出去 發現原來去到目的地 不知道為什麼又要停在公海 停一大輪才讓它進港口 因為要做很多檢疫或者隔離之類 令到收貨方面有一個大幅的延遲 這一點就真的是一個 大家都沒有辦法 也避免不了的情況 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線的問題 即使你真的買到足夠的晶片 或者其他的零件買齊 就可以開始生產了 但是有不少的品牌 他們的生產線 是處於一些比較落後的地區 因為那裡人工便宜一點 地又便宜一點 但是可能他們因為衛生條件 沒有那麼好 他們的政府可能一次過 就完全停擺整個地區 這個也會導致他們的生產線 從來這兩年裡面 都完全沒有辦法 回復回到100%的生產水平 所以大家會發現 有些產品買完第一針 即第一針派貨 沒有了之後 你要等很久才會有第二針貨 所以有時候這些問題 其實品牌 他們自己都真的拚了頭 你不可以怪罪他們 有誰不想貨如輪轉 需求有那麼大的時候 我當然盡量做所有貨 滿足所有用家 我才可以賺最多的錢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辦法 我都生產不及 唯有大家一路排隊 可能排隊的過程裏 有些朋友可能轉了台 又或者有些朋友 索性不等了 我直接離開不玩了 又或者你心灰意冷 我先用舊東西 你們第二天 不知道多少年後 你們的貨源充足 我才再買新東西 都不奇怪 所以如果大家 現在都在等著一些生產品 等到很深淡的時候 有時候都要想一下 其實他們都不想 大家都不想 唯有可以做的就是繼續等 這個情況大家都了解 大家可能會問 以為不是 在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未出現之前 已經開始 病毒已經開始有緩和跡象 但是都好像 完全還是貨源短缺 這個解釋很簡單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研製 例如有一些零件 你說短缺 但是其實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它本身有很多的存倉 甚至乎零材料那邊的廠商 自己都有很多的存貨 所以開頭 你會發現 可能除了個別品牌之外 其他大部分品牌 可能都有足夠的零件 去製造一些產品給大家 但是到了現在 整個疫情 其實一直都沒有很正式地改善過 大家看到的 即是說 疫情好像好一點 只不過是很表面 在市面好一點 但是在生產商的角度來說 他們本身的產品 由零開始採購零件 去到生產 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你會看到 整件事是延後了 再者 他們要復原一些零材料的採購 以及想復原100%的生產力的時候 其實都是需要一段時間去延後 會據說 其實我們要市面 要疫情完全沒有問題之後 都可能要過多一年半載 他們的供應 才有可能回復正常 大家看到 甚至現在這一刻 疫情其實還沒有很大的改善 甚至乎有新的變種病毒出現 雖然 殺傷力不算很大 但是傳播力很大 也不擔保將來 會不會有再新的變種病毒出現 所以 我們預期見到的將來 似乎 這個產品短缺的情況 似乎都未必有這麼快得到改善 所以這一刻如果你問我 盡量 如果你說我真的很喜歡一些新產品 他公佈那一刻 真的無可否認 你要盡快去訂購 因為可以預計得到 以前我們經常說的 早買早享受遲買便宜幾個 這個情況 都應該有時間都不會再出現 所以寧願 真的早點買 好過 好過 你等幾個月 可能分分鐘還要給多些錢 這個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情況 當然 數碼相機 涉影這件事 本身都不是一些必需品 我自己會建議大家 除非真是很想要很喜歡要 如果不是 都真是可以考慮清楚 買不買 因為 就算沒有這些新產品 你手上有的產品 可能本身已經很足夠你使用 很足夠你拍你喜歡的照片 雖然我們作為一個攝影的傳媒 我們都很希望推動這個行業 大家負擔得起的 盡量買多些新器材 這一行就會更加活的 但是很現實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看到 現在除了本身疫情的關係 世界似乎都有很多政治問題 出現一個動盪 現在這一刻 因為香港人普遍都是比較有錢 有兩三年 就算不是太差 都可以繼續過著一些 比較充裕的生活 但是 接下來真的不知還有多久 這些生活可以過得到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 將來 即是接下來這一年開始 如果買新產品 都可以盡量好好地想一想 會不會現在手上的產品 都已經很足夠你使用 是不是一定要賣新產品 還是先留錢給自己 在袋子裡 將來到貨源充足了 又或者現在手上的產品 真的已經開始殘舊了 開始有問題了 才會更換新產品呢 這個我覺得大家需要 認真地考慮 這個我真的覺得 大家在這一年開始 真的需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當然啦 如果你說外袋裡面還有很多 當然啦 可以早買早享受 盡量 一買的時候 要麼不要買 一買就盡快 一公佈 我會建議大家盡快去訂 否則 好像我這樣 我自己都有點後悔 沒有訂某支鏡頭 沒有第一批去訂 所以現在我自己 都可能要等多半年 才有機會擁有那支鏡頭 但也是那句 攝影本身並不是生活必須品 再加上可能大家手上 已經有足夠的機身鏡頭 給大家去用 可能大家留一點錢 用多一點時間 去認真地拍照 或者把錢放在攝影的其他方面 例如一些行程相 又或者是其他的成本上面 可能大家拍到更多的靈相也不停 今天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個話題有任何意見 歡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 繼續跟我用文字討論一下 你覺得這個產品短缺的情況 會維持多久 又或者對你的影響會大不大 又或者你覺得 會不會真的搞到大家都沒有好食 這件事 我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一起說一下 今天時間到這裏 下次再有其他話題 再和大家聊聊天 多謝各位 拜拜